杨叶之死 在雍西北伐的最后关头 西路军的副统帅 号称杨无敌的杨叶战死沙场 这个事件也标志着 这场战争最终 以宋军的大败而告终 在后世的史料记载中 尤其是在民间戏曲小说的渲染下 杨叶之死被赋予了人们太多的感情色彩 并被演绎出了很多个版本 那么杨叶之死的历史真相 究竟是怎样呢 谁又该为他的死负责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诵史 宋太宗第二部之 杨叶之死 那么杨叶是怎么遇难的 他的死该由谁来负责 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先说一下杨叶的兵败陈家谷 杨叶的兵败啊 是因为在整个雍西北伐中间 他们是在整个部队东路回撤 中路回撤 只有西路要奉命 还要在北进 为什么要重出燕门关呢 因为太宗给了他们一道命令 让他们出关去把已经站顶的 云印朔环四周的老百姓牵回来 把老百姓带回来 而不是军队回来 如果单身军队的话 这应当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部队的机动性比较强 它都是轻壮严 但是如果你要带着老百姓 那男女老弱什么都有 你要把它带回来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杨叶在接到命令以后 他琢磨了很长时间 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我们盖过起来 一共是十二个字 三句话 这三句话是这样说的 第一句叫分流而出 什么叫分流而出呢 杨叶觉得云州 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他离比较远 最北边的 应当先叫云州的百姓先撤 由远到近 这样来撤 第二句话呢 叫声东击西 什么叫声东击西呢 杨叶主张用军队吸引辽军的主力 让辽军的主力集中在军队上 然后让老百姓就好撤了 最后四个字 叫一举破底 什么叫一举破底呢 就是在硕州的南边 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叫石节谷 在这个地方 要埋伏上三千弓箭手 还要配置骑兵 然后等辽冰从那过的时候 打辽冰一个措手不及 这样可以一举把辽冰打退 杨叶提出来了一个非常中密的计划 这个计划应当说是可以载入战争史册的一个典型战地 但是这么好的一个计策却遭到了反对 反对这个计策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监军 也就是当时的豫州刺史 这一个人的话呢 叫王申 王申的位置很重要 他是监军 监军是皇帝派过来 监督整个部队的军事行动的 监军在形势上 他和这个主帅和潘美是同等的地位 但是他比主帅有更多的权力 他是皇帝直接派自己的亲信 来监督主要的军事将领的 这个监军王申不同意这个意见 王申的意见是什么呢 王申的意见首先是反对杨叶的意见 他认为杨叶这个做法 这个叫卫诺 就是你胆想法事 你手里有几万精灵 你竟然不敢去打 要在石节谷这个地方来埋伏骑兵 然后来打辽兵一个措手不及 他说我是主张是大张旗鼓的正面出击 王申是坚决反对 先给杨叶扣类的一个帽子 叫卫诺 就是你胆小 紧跟着又来了第二顶帽子 这第二顶帽子的话说得非常重 这个王申这样说的 君素号无敌 金箭敌 你斗脑不但得非有他之乎 你杨叶不是一般的人 你杨叶的绰号叫杨无敌 你这么一个大的名气 你现在遇到敌人以后 你竟然不敢打 难道说你有其他的想法吗 这个他这两个字 帽子太大了 就说你莫非有投降齐单人 投降辽兵的这种想法吗 这个帽子是杨叶承受不起的 而这个意见不光是监军王申 同时还得到了当时的另外一个将领 这个人叫刘文玉 刘文玉他也赞成王申的意见 就两个人主张叫杨叶要大张旗鼓的出关 正面迎敌 而且要敲着鼓正面出击 杨叶的军队只有几万 而对方军队有多少了 对方辽兵是十万 兵力上学习很大 在一个气势 应当说整个雍西北伐的失败 导致整个部队的信心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士气也不足 兵力也不足 这个出击带有很大的冒险性 杨叶提出来是一种避失就须的打法 而王审给刘文玉的做法来 是要杨叶正面出击 而这个时候 潘美不表态 在这种情况下 杨叶被逼无奈 杨叶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没有办法再来反驳了 因为魏诺这个帽子是不怕的 这个他智这个帽子他是戴不起的 因为他智等于是叛国 杨叶是个什么呢 杨叶是个降将 我们讲过杨家将的原情 杨老令公 杨叶这个人 他是一个降将 北汉的降将 所以如果说他有他智的话 他本来北汉就跟辽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是辽国的一个附属国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杨叶不得不出战 但杨叶心里非常恼怒 在这种情况下 杨叶出战的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办法 他说我可以出去打 但是你们一定要在什么呢 在陈家谷接应我 我可以领军出征 然后让这个监军王审 让主将潘美 你们在陈家谷 我埋下伏兵 等我退到这的时候 我们的军队和你们原来的军队 我们加急辽兵 而且杨叶最后说了一句话 不然无一类 什么叫不然者无一类 假如不这样做 那么我带的士兵一个也活不下来 杨叶就料到这是一场苦战 而且是一场死战 结果杨叶直奔 这个朔州去了 和辽兵的主帅耶律谢珍 在朔州东相遇 半天的血弹 杨叶部队几乎死长殆尽 少数军队突围退到陈家谷 这个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杨叶的部队上的人数已经非常少了 他觉得如果陈家谷有人接应他 他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倒了陈家谷以后 原来商定好的潘美王审的部队 一个都不见 全部跑光了 所以杨叶没有办法至好再战 而史书在记载这段事情中 是这样说了几句话 士族殆尽 夜游手刃数十百人 马重伤不能进 随未敌所寄 这是叙斯族殆尽长篇的记载 退到陈家谷的时候 杨叶手下的士兵几乎是打光了 最后剩了他自己 他杀了几十个人 最后他的马几次受伤 马不能跑了 所以被俘了 这就是杨叶兵败陈家谷 陈家谷兵败以后 直接导致杨叶之死 一代名将杨叶就这样死了 杨叶之死为雍启北伐 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个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 影响很大 很多人通过看戏曲小说 对杨叶的悲壮死亡过程 叹息不已 而关于杨叶之死 流传下来的版本有很多 那么在王立军老师看来 哪一种记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那么杨叶之死 我们现在看到的记载 至少有四种说法 杨叶是怎么死的 兵败陈家谷 大家都承认 也有文献记载 但杨叶怎么死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四种文献记载 第一 叫绝食而死 这个记载了 是叙思之通鉴长编 他记载的 叶继被寝 因太喜悦 尚于我后 其汉边破贼已报 而反为奸臣所记 彼令赴死 致王时败起 何面母求活欲帝 乃不时三日而死 这是一条记载 这个记载说什么了 杨叶说 皇上对我天高地厚 我本来应当是暴打国家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被奸臣所记恨 逼着我去赴死 结果导致我带着军队 打了败仗 我有何面母活在世上了 然后杨叶绝食三天死了 这是宋人编的续字通鉴长编的记载 这叫绝世而死 第二 剑伤发作而亡 这是第二种说法 是因为剑伤发作了 他不能吃饭死亡 这是什么记载了 辽史 圣宗记 辽圣宗的本记记载的 说杨叶 遇鞋针 夫四起 众流士 堕马 背擒 创发不识 三日死 碰到叶绿鞋针 打仗 结果的话 他众箭 从马上摔下来 被抓住了 然后他的箭伤发作 三天没有吃饭 死了 第三种说法是 奋战而死 这一个建亲人雇祖于的 毒水方域纪要 这个毒水方域纪要 是一本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地理书 在这个地理书中间记载 这个杨叶是 在陈甲谷的骨口 在作战中间死掉了 所以叫奋战而死 第四种记载 叫雪剑李灵碑而死 就是杨叶一头撞在李灵碑上了 这个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这个一个建在元代散曲中间 有一个 元代杂举中间 有一个浩天塔 孟良道谷直 就孟良道谷 我们建到这个杂举中间 有这样的写法 元曲中间的 再一个就是名人 雄大墓的杨家将演义 杨家将演义写的是 杨叶打了败仗以后 看见到处都是辽兵 又看见这个山上有一个李灵碑 想到李灵被俘以后 李灵是投降了 就想到自己不能投降 也不能坐俘楼 就一头撞到碑上死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文献记载的 杨叶四种死法 那么这四种死法 哪一种是比较可信的呢 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先说战死说 这是青人顾祖渝的读书方语记要 记载的 这个顾祖渝的读书方语记要 记载的太简略了 说他造谷口就战死了 这个战死是被俘死了 还是杀敌受伤死了 是自杀还是被他杀 都没有想 所以这个记载的太简略 不大可信 而且是青人所写 时间太晚了 不太可信 第二 雪剑里林卑尔死 这个是元代 明代的通俗文学中间的说法 流传很广 但是不太可靠 它属于文学作品 是元明时期的通俗文学 出现的说法 但是它流传最广 特别是杨家将演绎 讲的杨业 撞死李林卑这个事 流传非常广 中国老百姓很熟悉杨家将的故事 第三种说法 绝食而死 这是个美好愿望 绝食而死建于什么呢 建于宋人写的 在宋史中间这样记载的 我们可以想想 宋史的作者是谁呢 宋史的作者是元代初年人编的 他们根据什么来写的 根据宋人的文献 宋人的文献参加 这个杨业这个兵败的这个 陈家谷的这个战役了吗 没有 因为杨业被俘以后 他所有的最后剩余的人都被俘了 所以没有人活着回来 那么宋人写的时候 只能这样写 这样写的话最有利于宣传大宋 所以这个绝食而死 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因为他不是当事人的写法 第四种写法 就建商发作而亡 这个说法应当说是在四处中间 最可靠的这种说法 因为这个建议 因为杨业最后是受伤以后被辽国人 辽兵俘楼 辽人记载的辽国的辽史的记录 他们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所以他们的记录相对来说比较可靠 这就是杨业的四种死法 我们最后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是什么 杨业是受伤 被俘 见商发作 不食而死 见商发作不能吃饭 最后死去了 但这种死法并没有损害杨业的形象 给那个雪剑李临碑的写法 没有太大的差异 被俘和不被俘 这个是完全有杨业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 他的兵打光了 他自己的马受伤了 他又中了剑不能跑了 那么被俘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被俘和不被俘并不决定这个人 是不是忠诚 是不是一个勇士 一个义士 关键看他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生命 其实被俘以后能够坚持战斗 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勇士 还是值得歌颂的一个人 所以杨业最后的死 应当说是见商发作 不食而亡 是比较可靠的 这是我们要讲第二点 第三点 杨业之死 导致整个雍兮北伐全面失败 杨业战死以后 那么原来在云州这些地方的宋军听说杨业战死了 吓得连夜都撤退了 全部退回来了 整个西路大军占领的辽国的土地 全部又丢光了 中路退了 这个东路是败了 西路是撤了 而撤的原因是因为杨业战死了 所以杨业的战死为整个雍兮北伐画的一个大句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要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要研判一下 在这个事件中间 谁是对杨业之死应当负责任的人 那这样说到负责任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三个人是不可少的 主帅潘美 监军王沈 还有一个刘文玉 这三个人都有很大的责任 我们先说这个刘文玉 刘文玉呢 只是一个团练士 他并不是主帅 也不是监军 但是他赞成王沈的意见 他是一个推波助澜者 所以他应当是一个直接责任的人 但是他和王沈相比的话呢 他责任又比较轻 王沈这个人应当负主要责任 第一他是监军 第二他直接刺激杨业出战 第三他由善离带兵 离开陈甲骨 是杨业最后赶到陈甲骨 应当有扶兵的地方 没有援兵 所以杨业在最关键的时刻 被放了鸽子 这应当说王沈负有很大的责任 他是最直接的责任人 那么西路军的主帅潘美呢 潘美这个人在后来的杨家将演绎 和杨家将的戏剧中间 被写成杨业之死的最大的责任人 而且给他改名叫潘仁美 其实这个说法 还是有一定可以探讨的余地的 在戏曲小说中 潘仁美是一个卑鄙自私 度贤技能的无耻小人 他屡屡对洋野发难 并最终置他于死地 那么这个人物的原型潘美 在历史中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真的有小说杨家将中 所说的那么可恶吗 后世人把他看成是杨业之死 直接责任人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说说 人们为什么把潘美 看作是杨业之死的直接责任人呢 有七大原因 第一 潘美的人品不佳 就这个人人品不好 潘美的人品不好比方在两点 第一个 为了功名富贵 这个人可以不择手段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杀人如麻 这是人们诟病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 叫隐瞒洋野战功 我们现在还读读宋史的这个潘美传 你会发现 收复云印四周的时候 写这个功劳的时候 在潘美传中间 把所有的功劳都写在潘美的身上了 但是反过来 我们再看一下辽史 在辽史中间 将拥挤北伐 西路军 能够供取云印 这个四周的时候 主要的功劳 是杨业 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 说潘美这个人 是贪天之功 贪功之人 他把杨业的功劳都写在他的名下 第三 涉嫌 无告洋野 因为 这个 我们看到今天的文献记载 特别是叙字通鉴长篇的记载 洋野在燕门关大节以后 洋野一旦成名 成名以后 后来有很多边地的将领上书 打报告 告洋野 无告洋野 这个有很多研究者就认为 潘美是涉嫌 无告洋野的人之一 第四 潘美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罪状 就是他默认了 王审 给刘文玉 他的进攻策略 就主动进攻 大张旗鼓进攻 而不是采取洋野 那种偷袭的办法 打夫籍的办法 来打辽军 如果没有潘美的赞同 那么监军王审他的意见 不可能到了执行 第五点 那么我们讲到 洋野兵败陈甲骨 是因为埋伏到这儿的宋军撤了 当时在这儿 有王审给潘美指挥的大批宋军 在这埋伏的 为什么撤了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美不能治 王审提出来要撤 美不能治 什么叫美不能治 就是潘美已经无法阻止这件事情了 这个说法很多研究者认为不可能 因为潘美是主帅 潘美如果坚持的话 王审是不能撤的 结果是潘美赞成了王审的意见 王审撤了 潘美也撤了 这导致洋野之死 第六 杨业的话透露了信息 杨业在被俘以后 写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说了两句话 为奸臣所计 逼令赴死 因为奸臣计恨我 逼着我去送死 所以我不能不死了 第七 是潘美有恶事无恐 潘美不是个一般的人 他陷害杨业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 那潘美有哪些力量 第一 潘美是宋太祖给宋太宗的故交好友 他给太祖太宗都是老朋友 陈桥兵变之前他们关系就非常好 陈桥兵变一直到后来平叛到太祖去使太宗继位整个过程中间 潘美和太祖太宗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特别和太宗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给皇帝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使得有恃无恐 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 古宫之臣 也就是说 他是太祖皇帝 特别是太宗皇帝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大臣 可以说北宋初年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战争 比如说平定里重进 灭南汉 灭南唐 灭北汉 守北疆等等 所有些重大的战役 潘美全是亲身的经历者 他应当是在军事上是太祖太宗最重要的大臣 最重要的助手 这是他的第二个资本 第三 儿女庆将 这个潘美给宋太宗两个人是儿女庆家 这个关系就非同一般 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潘美做起事来有恃无恐 这以上七点证明潘美确实有这个能力来加害杨业 所以等到太宗处罚这件事情的时候 潘美就受罚了 降了三级 像王沈 像刘文玉两个人 干脆就被出名了 当然潘美被降了三级以后 很快就被有提拔上来了 潘美应当是陷害杨业之死的最重要的责任人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他确实是个直接责任人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把全部罪名加在潘美的身上 并不攻允 对于潘美来说不攻允 为什么呢 杨业之死 潘美确实负有责任 但是不能把全部责任 押到人家潘美一个人身上 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第一 关于潘美的人品 潘美这个人爱追求功名 但追求功名 就是说明这个人上进 并不能因为说这个人追求功名 就一下子把这个人完全否定掉了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在宋史潘美传讲到杨业的功劳的时候 最后都归到了潘美的名下 而在辽史中间都提到是杨业的功劳 这怎么讲的呢 我觉得这个是和史传的体力所决定的 潘美传就是写潘美的 而潘美又是西路军的主帅 杨业是他的副手 杨业里的什么功劳 最后在潘美传中间归到潘美的头上 这没有错 所以在辽史在写的时候 辽史的他不是写的是潘美的传 所以他可以写在杨业的身上 反过来你再看杨业的传 在宋史的杨业传中间我们看到 雁门关大杰确实杨业是主力 但是潘美也有功劳 可是雁门关大杰我们在今天看杨业传的时候 丝毫没有提潘美 那也不是因为潘美没有出力 而是因为杨业传的传主是杨业 着重是写杨业的 潘美传的传主是潘美着重写潘美的 所以这一个功劳在两个人传记中间 你的传记主要写你 他的传记着重写他 那么这一个功劳可能是他的传记写成是他做的 另一个传记写成是他做的 实际上两个人都有功劳 这是传记的体力做写的 第三呢关于晋禅言的问题 晋禅言据史书的记载 这主将可不是潘美一个人 这主将有很多人 并没有明确指着就一定是潘美 第四关于奸臣 杨业在被俘以后 他说他受奸臣所记 这个奸臣应当首先指的是王审 没有说他就是指潘美 第五关于潘美被降职以后 后来又官复原职 那官复原职的并不是潘美一个人 像王审像刘文玉受到处罚以后 后来都分别官复原职了 都又回到京城又都去做官 这个官员出了问题以后会受罚 罚了以后将来又还要再次启用 所以就不能因为这一点 就说成都是人家潘美的事 还有最后一点 潘美的被奸臣化 使文学作品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文学作品呢 最重要的一个是杨家将的戏剧 一个是杨家将的小说演绎 这个文学作品的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我们应当说 潘美之所以成为后来陷害杨业的 最重要的责任人是被妖魔化了 而这个被妖魔化的重要的形式 是文学作品 它可以虚构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其实潘美在主观上并没有一定要害死这个杨业的想法 潘美有没有责任呢 有责任主要是两条他有责任 第一他没有及时的阻止王神的进攻计划 第二善离陈家谷 让杨业到陈家谷无利无远 这两点 潘美都有责任 但是不能说这是他主观上故意 还有客观上的原因 还有客观上的限制 那么客观上的限制是指的什么呢 限制潘美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是宋太宗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王神 这个应当是主要的责任人 潘美是个间接的责任人 而幕后的指挥 其实是宋太宗 宋太宗是杀死杨业的重要的幕后的责任人 在某种程度上说 杨业并败陈家谷的导演就是宋太宗 无论是王神还是潘美 他们在杨业之死上都有着脱不开的感系 然而后世却有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宋太宗 认为他该对杨业之死负最大的责任 这就有点奇怪了 自从杨业从北汉归降以来 太宗一直对他青睐有加 给黛玉多少次 甚至把一些人告杨业的信都直接交给了他 对他可以说是无比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会有人认为 太宗皇帝才是杨业之死最大的责任人呢 关于这一点 王立群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请继续收看 细节节目 宋太宗指杨业之死 应当说 宋太宗确实没有主观害死杨业的意思 但是在客观上 宋太宗确实是杀死杨业的重要的元凶 这里边有几点原因 第一 浩大喜功不顾时机 雍西北伐已经失败了 特别是东路主力曹宾的十万大军 溃不成军的 这就应当全线收缩 东路溃败 中路撤回 唯独西路还要叫他们进攻 进攻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太宗挽回一点面子 当然说了好听 把云印硕环四周的老百姓接回来 实际上是挽回一点雍西北伐的面子 为了这个面子工程 形象工程 让西路军再次出征 让几万人的西路军暴露在十万辽兵主力的面前 给西路军带来极大的危险 浩大喜功不顾时机 如果说全线都撤了 杨叶不可能就战死陈家谷 应当说在这一点上 这个决策的失误是宋太宗 第二 任命监军 撤走主帅 太宗时期实行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制度 就是为军队设个监军 这个监军跟主帅平级 但监军更受皇帝信任 监军可以处置主帅 监军有处置主帅的权利 换句话说监军可以杀主帅 主帅不能杀监军 太宗这种做法就导致前方出现两个老姨 前线有两个司令 一个司令潘美 另一个司令王沈 王沈是监军 主帅是潘美 而且主帅潘美对监军亡审还要让 因为在宋代监军的权利太大 一般人不敢给监军叫板 得罪监军是个什么结果了 得罪监军 轻则判刑 重则杀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说作为主帅的潘美 他怎么敢给王沈去对抗呢 他觉得反正这次 因为凭着潘美的经验 他久经沙场 经历过那么多战争 他知道整个用戏北伐全面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 让西路军单独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杨业去了 必定是凶多吉少 但是他不愿意为杨业和他手下的几万军队去冒险 宁可牺牲这些人 也不能让自己给监军队立起来 一旦自己给监军队立起来 对自己非常不利 所以潘美在这种情况下 就取从了监军王沈 第三点 表面信任实则威胁 你看着宋太宗 把那么多人告杨业的信 都给了杨业 看起来非常相信杨业 这么多人告你 这信我都不看了 都给你本人吧 你看谁告你的状态 大家不要单纯的理解成 这就是宋太宗对杨业的相信 同时你也要看到 这是宋太宗对杨业的一种震慑 你给我老实点 你要不老实 你看多少人 把你的一举一动都给我报告过来了 这实际上是宋太宗 驾驭杨业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杨业能不出征吗 能不去打仗吗 监军让他打 主帅不表态 杨业本身又是一个 详将 详将最容易被扣上帽子 有他心 有他志 你是不是要投降辽军呢 你不敢去打 这个帽子绝对不起 所以杨业临出征之前 才给潘美说了一大段话 将行细未美越 此行避不利 业太原降降 奋当死尚不杀 崇已连帅受着兵饼 非宋敌不及 盖四其变 将力齿寸功 以报国恩 今竹军 择业以避敌 业当先死于敌 杨业出征之前 哭着对主帅 他没说了一番话 说什么呢 这次出去 肯定打不了胜仗 必不利 我是个降将 皇上没杀我 还信任我 我就想报答皇上 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一定要叫我出去打 那么我只好出去了 但是我这次出去 必定会死 那么我只有以死明治 用我的死来表明我对皇帝 对大宋王朝的忠心 说完就走了 走了就死了 他只有用死才能表明他是忠臣 所以杨业最后是个无奈之举 你想想杨业的悲剧 它是各种因素造成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 一个悲剧的发生 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往往是各种力量角株的结果 各种势力互相平衡的结果 这各种力量搏移的过程 这就是历史 这一次战争的失败 影响非常之大 它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宋疗关系 雍兮北伐失败以后 宋疗关系该怎么走 太宗会怎么样确定宋疗关系的原则 请看下集